看來 停 不動… 倒下來 不動… 這個 這個… 倒下來 公安大舉出動抓人? 今年六月 陳先生辦理申請公屋手續期間 一時大意 就遺失了身分證明文件的副本 東張有關遺失身分證串體 跟公安抓人毫不相關 不過原來同樣是電騙的奇招 東張的電騙也有 他現在做到自己是非常可信 來哄你入局 他是這次電騙的主角梁先生 五月中接到一個來自內地的電話 收線一切完結 一接行騙開始 因為我在大陸有些物業 剛好委託經紀放盤 我接了 他說他是外地某間銀行的高級管理 有人用了我的資料 新了一張卡 在內地瘋狂消費 主要是買珠寶和貴價的東西 賺了一萬多元 我說我沒有 我沒有去過上海 也沒有申請過這張卡 如果你不澄清 他就會扣押大陸的物業 或資產來抵償這筆債 又是這些慣常伎倆 為何會深信不疑 因為騙徒掌握受害人良生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身分證、回鄉證號碼等 個人私隱盡在他手 說得出我的資料 我真的有點害怕 接著就駁去一個內地公安 他說因為你不小心撤到你的資料 我現在查到你 用你的名字 在內地有一個銀行戶口 有49個仇害人 總共298萬存在你的戶口 那298萬就不如而非 那些苦主向我們公安求助 你做了那幫犯罪囤火 我已經捉了一個主腦 但他的囤火還沒捉完 他怕他會對你不利 所以你一定要從今天開始 每天六次向我報道 報道你安全 說到有犯罪囤火這麼誇張 看片圖發給梁先生的一張聲稱 由中國公安部發出的同謀罪狀 跟梁先生合謀而落網的 一共有五個人 圖文並謀 列出各人犯罪經過和個人背景 有銀行高層、有人大代表 個個有頭有面 看起來恥無恥讓 一定要簽個保密協議 如果你透露我們調查細節 我們立刻會安排解放軍 押解上去上海受審 至於把保密協議輸 由一個名為國家保密局的機構 所簽發 原來內地真的有這個國家保密局 顧名思義 保密局就是保護 和國家一切相關的秘密和行為 保守國家秘密 人人有責 我們於是致電國家保密局 看看會否向一般小市民 發出這些所謂保密協議書 我們窗口一般不會發出 您能看一下是哪裡發的嗎 上面有沒有什麼 是很單位是嗎 因為我不清楚 我們這個窗口不會發出什麼信件 開場白講完 詐騙戲玉正式上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行遍的上演地點 竟然是一個陌生的賓館 一個男人謀謀然獨自走到賓館裡 難免惹起其思下想 他叫我接受調查 由於他全程有錄音和視像監控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密閉空間 不要有人騷擾 相信他, 在賓館 入賓館前又要拍照給他看 然後… 入賓館前又要拍照給他看? 對, 如果金融詐騙案 你是主要嫌疑犯 隨時有人對你不利 就拍照給他, 上去了 只有自己一個 身處在陌生的密閉空間裡面 彷彿和外界隔絕 思想行為自然會和平時冷靜理智 截然不同 我的視像在電話上出現 他沒有視像 他沒有視像 他做到似乎賊 叫做法庭檢查獎 就出現另一個人? 對, 又是另一個人 他說得很像的 又說趴門, 趴門的聲音 然後開門 問我有甚麼朋友可以幫你 讓我說完大陸所有資料 說說你有大概多少錢 一共被他疲勞關閘五個小時 要令你深信不疑 首先有公安加持 出動恐嚇一招 令你跪地求饒 跪地求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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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完你, 再和你分析利弊 騙徒竟然借用我們東章節目的片段 他就說我們是中區犯規 我們想找一找我 事源於東刑事的委壞案件有關 四名的男子 事源於東環去了一間金融公司 打破玻璃、打破電腦 之後試過逃走駕駛的車 是我登記的 東章片段是強調我 不要保護自己證件的嚴重性 別人可以利用你的證件去犯案 使得我有點害怕 其實中章這麼有公信力 所以播放這些加強 去捏迴失身分證的後果 所以我也有少許相信 效威力不夠, 更加借助六大壯 絕對膽大包天 好, 副本也好 因為這些是很重要的資料 你不去避案 別人第一個懷疑就是你 六大壯當然想加強他的說服 讓我深信不疑 自己真的不小心 避失了這個證件 洩漏了自己資料的害處 讓他更加可以潛逝我的思想 我覺得很憤怒 為甚麼呢 很明顯他們為了不擇手段 利用這些片段 增加他的說服力 利用了利東章 因為利東章的節目 認受性很高 再加上本人 一些法律的意見 兩者加在一起 別人就覺得這次是一個 很有認受性的說法 這些片段是偷換概念的 他將一些訊息 本來是一些正確的訊息 加插在一些虛假的訊息中 換句話來說 令別人看上去 有一個印象 以為是正確的訊息 接著他說了一大輪 現在要你加一筆保證金 保證金證明你的清白 你不會逃亡 這宗金融的詐騙 我牽涉巨大 所以用50萬保證金 我開始驚訝 知道醒覺了 接著我 現在調查了這麼久 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但記著每天 兩個小時向我報道 第二天 夜子打來問我 我籌不籌到錢 接著我就知道它是假的 接著我就用廣東話大大聲 跟他說 我是梁哥哥, 你找你什麼事? 我是香港警察 犯詐騙警員什麼媽媽, 媽媽, 六、九 接著嚇到他, 馬上收到錢 到現在都沒有找我 現在我們嘗試再打給騙徒 不知道為什麼會不聽 你聽到他不聽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他知道我已經識破了他 為什麼一提到錢會突然醒覺 知道對方全心詐騙? 原來一切源於八年前 梁先生的一段慘痛經歷 我在八、九年前 曾經在台武借過錢 借了六十萬 我還到差不多還完的時候 他又還了一個 百二萬的私人貸款 我打算有個這樣的戶口 方便我去資金運用 就信了他 他說你又要拿百二萬 但證明你有這個資金才能批給你 我說我沒有 不要緊, 我介紹到一間財務公司 你拿了一筆錢, 用來補證金 我借了, 接著拿上去 一直都沒笑, 那半個月之後 我上去那間公司已經撿掉了 我便知道被人騙了 根據統計, 香港每隔十三分鐘 就會發生一宗騙案 不想這個時間加快 梁先生決定將自己的經歷共駐於世 我這次的損失, 只是損失酒店租房三百多元 騙人那些, 一提到錢, 一定要落閘 每次騙幾十萬, 幾十萬 就是你一個普通家庭, 或者普通人 怎可能有幾十萬給他騙 一騙完之後, 我看見他 整個人生都會徹底改變 就是希望用我的經歷 警戒那些人, 不要那麼輕易相信人